格力乔因为中了贝利亚的黑暗魔法 耗尽了身体里的光之能量 最终变成了石头 就连奥特之王以及众傲们 全都束手无策 小赛罗看到自己的妈妈变成了石头 趴在妈妈的身边哭得非常伤心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妈妈 我今天能不能不去上学啊 我们一起去玩吧 好呀 那我们今天就不去上学 儿子你想去哪里玩啊 妈妈今天都会陪着你 真的吗 太好了 那我们就去游戏厅玩吧 那里有非常多的游戏机 可好玩了 那我们就出发去玩咯 不会吧 格力乔居然纵容小赛罗逃课 就这样 格力乔带着小赛罗来到了游戏厅 两人还玩起了你追我赶的摩托车比赛 成绩还不分上下 接着两人又玩起了射击游戏 他们犹如神枪手一般 在那里丢个不停 开心的两人在游戏厅里玩了一整天 妈妈妈 不如我们今天又逃课吧 今天天气这么好 我们一起去海边玩吧 好呀 只要是小赛罗想去的地方 无论是哪里 妈妈永远都会陪你去 太好了 小赛罗最爱妈妈了 不会吧 小赛罗那家伙今天又逃课 格力乔他疯了吗 就这样 格力乔再次带着小赛罗逃课 两人来到了美丽的海滩上玩耍 他们不仅驾驶了最刺激的海上摩托 还在温暖的沙滩上进行野餐 地上摆满了小赛罗最喜欢吃的食物 小赛罗不明白自己的妈妈 为什么会允许自己逃课 原来就在几天前 贝利亚来到赛罗家里 想要夺取勋章 由于赛罗正在别的宇宙巡逻 家里只剩下格力乔一人 于是贝利亚便对格力乔下起了黑手 逼迫他交出赛罗的奥特勋章 但是格力乔说自己宁愿死 也不会把赛罗的勋章交给他 于是贝利亚一气之下 在格力乔身上 施加了会吸走能量的黑暗魔法 如果五天之内 你不把赛罗的勋章交出来 那么我的黑暗魔法 就会把你身上的能量全部吸走 最终你会因为能量耗尽而死去 中了黑暗魔法的格力乔 每天晚上都会因为能量被吸走 而痛苦地倒在地上挣扎 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死去 现在的他 只想陪伴在小赛罗的身边 妈妈 我今年会好好上学 不会再逃课了 放学后 我会马上回家陪你 等我哟 就在小赛罗进入校门没多久 格力乔便再次倒在了地上 然而这次 他再也没能站起来 只见他的身体不停地抽搐 奥特之父与左飞健壮 立马跑过来查看 很快格力乔便被送到了光之国的治疗室 经过一番检查得知 格力乔体内的光之能量几乎耗尽 奥特之王与中澳门也对此束手无策 等小赛罗赶来时 格力乔早已变成了一具冰冷的石像 小赛罗趴在妈妈的身旁 哭得撕心裂肺 他没想到 自己只是上个学回来 就失去了妈妈 现在大家唯一能做的 就是等待赛罗奥特曼回来 小赛罗奥特曼回来